现在外面盛传 所以会有祸国的妖心女主武士 皆因殿下师德所致 殿下要杀五妹娘 就是为了摆脱这种传言吗 当然 若女主武士因我奏请父王而死 那么师德以及祸及江山之事 便不复存在 此举有何不妥 首先 陛下并不希望五妹娘死 太子在此事的立场上 应与陛下一致 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再者 殿下可知 自己在朝中真正的敌人是谁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老臣知道 殿下一直把吴王当作自己的敌人 但是殿下就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吗 你是说清确 你有何证确 老臣能够确定的是 卫王私下里与为元城走得很近 这后面还有一个为贵妃 一个皇子若与大臣后妃联手 那么他所图的是什么呢 殿下可以先不信老夫的话 但不妨作为一种可能去考虑 总是有意无害 此事和五妹娘死不死 有什么关联呢 李太选择与为家合作 若等他们前朝与后宫串通一线之时 而殿下在朝堂之上的势力 也并不弱 但是唯独差了后宫这一环 放眼望去 谁才是后宫得宠之人呢 唯有五妹娘 况且五妹娘一直与为贵妃为敌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女主武士不是我们的敌人 反而是我们的砝码 是我们的朋友 可是五妹娘身陷李淳风的预言 她自身难保 有雪中送探之一意 朋友才能做得长久 当前的困难是 殿下和老臣的身份 都不便接近后宫的女子啊 魏大人 这一年来 你我心知肚明 本宫从未真心奉你为师 老臣 还是愿意真心辅佐太子 为什么 太子之位 殿下失之在旦夕之间 如果殿下 还有一星半点的雄心壮志 不想把九五之尊拱手让人 不想如祖上之肉 任人宰割 便请 在今晚丑时 到老臣在城南的旧宅一叙 告辞 启奏陛下 你们都断定五妹娘就是那个 女主 女主 武士 陛下 李侍郎致死手中握着的生辰八字 正是武才人的 武座查了李侍郎的尸体 乃是呼吸不畅导致心力衰竭而死 他的死只是个意外 也就没有嫁祸武才人的可能 凭这个就断定了 凭这个就断定了 也许是凑巧呢 凑巧李侦锋 此时正在测算五母妹娘的生辰呢 此事还得详查 今天到此为止 你们退下吧 臣等 明旨 徐杰宇 徐杰宇 林公公 徐杰宇来得好早啊 是不是在等陛下传召御书房 伺候笔墨呀 怎么会呢 我只是在这里读书练字罢了 咱家也说嘛 不过 守株待兔 不 守株待圣这种傻事 徐杰宇肯定不会去做的 不然的话 难免会有所失望啊 我听说陛下下了早朝 就点武才人去了 不过武才人和徐杰宇是好姐妹 陛下和她在一起 与徐杰宇也是会有好处 此次又让那五妹娘逃过一起 非但无事 反而陛下更加宠她了呢 谁让你提起此女 坏了本宫赏花的兴致 罢了 白嫁回宫 娘娘息怒 娘娘息怒啊 陛下有多久未来我前相公 看本宫了 说 陛下自大传会之后 就再也没来过咱们前相公 已经满月有余了 可是陛下之前 答应过来看娘娘您的 陛下把五妹娘 看得比江山社稷还重 会诺不来前相公看我 又有什么好稀奇的 此女妖媚祸主 她不是女主武师 还有谁是 得想个法子 让陛下看清楚 她会危及江山 祸坏陛下 春莹 她是一场友 这位是一场女儿 她是一场女儿 那是夫人 那是女儿 真的 一场女儿 一场女儿 都在前面 她是一场女儿 正在 启禀娘娘 李淳风之死 令陛下解除了对武才人的嫌疑 并译指 女主武士 其实另有他人 另有他人 是 可眼下 武才人依然是众矢之地 他便是女主武士的嫌疑还是最大 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 对他还是欲杀之而后快 这些 不过是怪力乱神之说 他只不过一个小丫头 真的有这个力量 可以图进李家子孙吗 另外 我们安排在乾祥宫的内应 刚刚送来消息 为贵妃针对武才人 又有了新的举动 是吗 书妃娘娘驾到 妹娘拜见书妃娘娘 起来吧 谢书妃娘娘 不知书妃娘娘驾临 所为何事 快点开始吧 职责生辩 是 那边 这边 百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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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他们这是 媚娘 你不用害怕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娘娘 这上面的生辰八字 确实是陛下的 这是巫蛊之术 确凿无疑 娘娘 定是有人陷害 媚娘是冤枉的 起来吧 媚娘 我跟你说了不用害怕 我知道此事与你无关 我来是救你的 我等奉贵妃娘娘一旨 淑妃娘娘在此 不得放肆 让他们进来吧 是 让他们进来 奴婢参见淑妃娘娘 免礼 你们闹哄哄的 弄得鸡飞狗跳 所为何事 启禀娘娘 早上呢 我家娘娘的猫儿不见了 有人说这猫儿 是跑到清宁宫来了 特地让奴婢过来查看 奴婢就想着 这猫儿说不定 要跑到哪个才人的宫里 所以只好叨扰了 是吗 你们这样 是享受五才人的房间 娘娘 奴婢不敢 若不是那育猫 是娘娘的宠爱之物 奴婢也不敢 讨扰五才人哪 媚娘 您意想如何 娘娘 就随他们所愿吧 谢谢五才人 搜 搜 搜 媚娘 这里说话不方便 我和你去静出池走走吧 是 我和你 여� that 您自己想给那个日子 暗号号寄 挺烦いう mold 灭 富之 派 这是 妹娘 多谢娘娘救命之恩 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知道有人想害你 又为什么要救你 是吗 妹娘 确实是有很多不明白 其实 从你入宫以后 我就留意你的一举一动 我觉得你行事随性果敢 绝非善用阴谋诡计之人 而且 你对陛下真心可见 我相信 你绝非太白妖心 女主武士 李淳风不算本没错 可是 有人借此大作文章 害人性命 而且还诬陷于你 是本宫所不能容忍的 若本宫 连其中的黑白都分不清 就枉为贤林宫之主了 娘娘 这个你拿着吧 会有用的 娘娘 这些是什么 这是 嗜毒驱骨之物 里面那银针 每天吃饭之前 你试一下有没有毒 还有 白凡和黑豆 每天瞧一点 如果白凡是甜的 黑豆是香的 那就证明 你已经中了骨毒 必须立刻叫太医诊治 娘娘 你是觉得 还会有人继续害我 抛开为妃不说 你觉得 那些忠心爱国的大臣 会放过你吗 几番构陷 只不过是个开始 坐吧 从今以后 你必须得万分小心 要不然 重则丧命 轻则和我一样 每天像个药罐子一样 过日子 娘娘 难道你身上的丸截 竟然是有人陷害 下毒所致吗 我并非天生体弱多病 是被人下了足足七个月的 避残骨 而伤到身体的 到底是什么人 这么带毒 下了这么重的手 就是想害你的这些人 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们 还有其他的妃子 我一向毒善极深 遇事能躲则躲 这次却肯帮你 就是因为 我看着你 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 我们的处境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种被冤枉 而无力辩白的委屈 每天都战战兢兢 而心里焦脆 所以我很想帮你 这样也算是解开我一个心结吧 娘娘 娘 当年那些大臣们 为什么要害你 你忘了 我是杨广的女儿 在大臣们的心目中 我和你一样 你是霍国的妖人 而我是前朝昏君的女儿 你我的存在 都会危及大唐的江山 现在 只不过是因为陛下摘心仁厚 而苟活于世 对大唐禁中的最好方法 就是将你我灭之而后宽 娘娘 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陛下呢 毕竟在这个世上 只有陛下才可以救娘娘 陛下也有陛下的难处 陛下也有陛下的难处 他可以信你一次 护你两次 可是如果有一天 事情发展到 女主武士的预言 会牵扯到大唐的安危 而你是最大的嫌疑者 到时候江山美人 你觉得他会选择什么 你也能这么说 好似陛下 是个梁薄之人 陛下并非梁薄之人 只是因为他是一国之君 他有他的难处 就因为他是陛下 杨妃娘娘 姐姐 陛下宣你赴皇家马场一叙 来 来 妹娘拜见陛下 平身 不知陛下 叫妹娘来马场所为何事 那天在大朝会上 看你纵马驰骋时 朕便想 要送你一匹粮菊 送我 嗯 这匹马叫狮子葱 你看看是不是喜欢 狮子葱 对 好漂亮啊 喜欢吗 嘿 陛下你看 这个狮子葱 跟陛下很有缘分 好 那你跟他熟悉熟悉 过两天朕再来马场 看你如何骑他 谢陛下 骑驾 你 够了 听说陛下 现在陪五妹娘去承庆殿了 是 若你行事稳妥 此女这会儿也应对陛下 施行五谷之术 被抓入叶廷狱了 哪有此刻的风光啊 奴婢办事不立 请娘娘责罚 算了 这件事 也怪本宫心急冒失 没有周祥的计划 才会让杨妃那个贱人 抢先一步救了五妹娘 春莹啊 咱们乾祥宫不干净啊 怕是混进贤陵宫的小人了 娘娘请放心 奴婢一定查出来 谁是贤陵宫的眼线 乾祥宫若是不干净 咱们主婆二人随时都有覆灭之血 这一次 你就当是个教训吧 借此机会 好好地彻底肃清一下 是 娘娘 起来吧 谢娘娘 听说今日里 陛下赏给五妹娘一匹豪马 此马换作狮子葱 原来是狮子葱啊 此次大好机会 本宫绝对不会错过 你可曾听说过 将曼陀罗花的种子 混合石心草 只要让马进食此料 此马便会变得性情狂躁 一闻到血腥味便会发狂 娘娘英明 陛下 陛下 你白天正午已经那么繁忙了 现在赶快回去休息吧 真的不用一直在这儿陪着我 白天公务繁忙 晚上 陪你在这儿宫中随意走走 这本身就是休息 只是 怎么想起到这儿来 因为这里是陛下 和妹娘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也是我们曾经生死与共的所在 其实不止是这里 还有夜亭 城天门 雀龙 反正 是你我共同经历过的地方 我都想再走走 再看看 陛下 我是不是很贪心 朕今日有的是时间 你想去哪儿 朕陪你就是了 你 我都想过了 你 我不是想过去哪儿 我都想什么事 我不是想过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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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想过去哪儿 陛下 那边那些 是苦明灯吗 是 每年的这几日 都会让宫里的人 在景初指盼 升起天灯 以座祈福 都说很灵的 想不想试试 听说这些祈福用的天灯 必须要亲手做才会管用的 是不是这样啊 这些祈福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困了就先救起 别熬着了 我才不呢 我还要陪着陛下呢 再说 我这天灯还没有做完呢 你那天灯要是能放起来 那看见的人得吓死 有那么丑吗 陛下 你说呢 拿过来 陛下 你还会做这个 那当然 小时候 每到过年 我们都要放天灯许愿 现在看来 当年飞上天的愿望 没几个能实现的 陛下 你慢点做 你不要一个人全做完了 你留一点给我 要不然这天能许了愿 飞上了天 那就不灵验了 你当那么容易呢 要做半天呢 想好许什么愿了吗 到目前为止 想到了三个愿望 那么多宏愿哪 陛下为了我 都宁肯不相信李淳风的预言 还有不顾大臣们的反对 所以媚娘 也想为陛下做点什么 所以这三个愿望 都是跟陛下有关的 说来听听 这第一个嘛 媚娘想亲手 为陛下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你连膳房都不入 这个愿望有点难度吧 就是有难度才有诚意嘛 那第二个呢 陛下喜欢兰陵王入阵去 可是很遗憾 我从来都没有为陛下 完整地跳过这支曲子 所以有张一日有机会的话 我还想再为陛下 办一次兰陵王 这个真喜欢 第三呢 这第三个愿望 等实现了以后 我再告诉陛下 好 那这天灯做好了 咱们一起到敬烛池去放灯许愿 还有啊 再过三个月 就是离山狩猎的日子 到时候跟朕一起去 带我一块去 嗯 离山狩猎好玩吗 我可从来没去过呢 驾 驾 驾 妹娘多谢陛下赐马之恩 嗯 好马配英雄 那自然也能配红颜 这匹狮子葱 本来就该是你的 可惜 徐妹妹平日闲静 不爱骑射 要不然 给你配一匹良鞠 上马试试 他们俩 各有各的长处 是啊 尤其徐姐姐的奇艺 更是妹娘比不了的呢 哼 驾 这儿有这么多的好马 你不想挑一匹试试 儿臣不善御马之术 那才要练习呢 没有人天生 就擅长什么 王爷 要不然 你也试试 这匹狮子葱吧 可是 智奴还小 不一起列马吧 没事的娘娘 不用担心 这匹马虽然姓烈 但是 已经训得很温顺了 我想王爷骑上它 应该不成问题 怎么样 智奴 那父皇 儿臣也上去试试 好 好 王爷 怎么了 无妨 只不过出了点血而已 娘娘 你别担心 有陛下和这些侍卫在这儿呢 小心一点啊 王爷 快救我 你 你躲到衔鞋地 抓住我 王爷 军明 王爷 王爷 救我 前阵大马来 去 救我 驾 驾 陛下当心哪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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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抓紧将军别住手 救命啊 王爷 抓紧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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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抓紧了 王爷 抓紧了 救我 抓紧了 王爷 抓紧了 王爷 抓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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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抓紧了 救命啊 王爷 别松手 抓紧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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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别怕 一定要杀树了 驾 驾 驾 王爷 怎么办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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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弦 廉 弦 吴姐姐 是 是子座 是 是 死了吗 别看了 别看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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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了陛下 刀可以放下了 来 陛下 陛下 我 他可以信你一次 护你两次 可是如果有一天 事情发展到 女主武士的预言 会牵扯到大唐的安危 而你是最大的嫌疑者 到时候 江山美人 你觉得 她会选择什么 请陛下杀光 朝中所有武士 武才人 已经半个时辰了 武才人 武才人 没什么 你们先下去吧 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是 武才人 我不该杀了那狮子座 不该呀 制奴无大碍吧 晋王只是受了惊吓 太医说一切无碍 那就好 这个维妃总是这个样子 喜欢擅自做主 结果呢 他要对付的人安然无恙 却总是伤及旁人 王爷说得是 不过这五妹娘 在众目睽睽之下 手刃狮子聪 正好大有文章可做 本王爷是这么想 维妃这次也算没有失手 虽吴亥及五妹娘本人 但自会有人 将此女除之后快 是啊 今日这个武才人 用铁鞭和匕首驯马 杀伐决断 必然会使这些朝中老臣 心生畏惧啊 所以 这些老臣自然会出面 王爷应你 启禀王爷 方才宫里传来消息 今日不知为何 长孙大人 房大人 魏大人十几位 骨弓老臣 皆入宫求见陛下 现在已经到了甘露殿了 这些老家伙们出面了 这出头鸟 我们就不必做了 寡家 准备一份厚礼 今夜就送给五妹娘 算是她救我九弟制奴的答信 是 王爷 果然不出咱们所料 启禀王爷 扩堤之第一卷已经印成了 好啊 好啊 现如今正是机会 该把这卷扩堤之 献给父皇了